我们学佛修这么多年 肯定 弥陀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一句佛号能解决一切问题 就是人不行 所以看不到效果 如果真正相信 真正业心专注了 那就是佛所说的 至心一处无事不办 主要知道 往生极乐世界 是世出世间第一等的难死 还有比这更难的吗 第一等的大死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都能够搬到 核宽 鸡毛蒜皮的小死 今天地球上这些灾难 这叫鸡毛蒜皮小死 哪有不能解决的道理 现在科学家也证实了 念力的秘密 是 念力不可思议 他这个能量太大了 大到什么程度 能够改变太空当中 星球运行的轨道 这科学家说 我们这个意念有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我们身体有什么毛病 念头 只要是阿弥陀佛念头 阿弥陀佛不生病 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么多句 没有受过阿弥陀佛哪一天神病 没有啊 那念佛的人怎么可能有病呢 哪有这种道理呢 念佛的人怎么可能有灾难呢 都不可能的 所以今天问题是 信心是第一的 我们还是对他们有信心 虽然念阿弥陀佛 还是要找这些医生的 找什么治疗的方法了 到处去找啊 这就把我们的心散乱掉了 我们的心没有集中在一天 常常分散 为什么分散呢 对这我不相信 证明这真的是男性之法 那绝大多数的人 念佛的人 把名号 真实功的这个意思 都没搞清楚 都不懂 他也来念 他也来学 所以他带的 许许多多的毛病在里头 不是一心专念 不是的 经典上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有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转念 那个一向重要 一个方向 极乐世界 一个目标 阿弥陀佛 我念佛 一无所求 只求 身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这个身体呢 不要了 这身体也不要啊 什么毛病都没有了 身体我要他呢 要他我好多厌障啊 他全都出毛病了 身体一不要 什么都没有了 苗集了 我只要阿弥陀佛 不要身体了 诸位可以试试看 看看有没有效果 但是要真干 不能干假的 干假的时候 你这个毛病去不掉 干真的就去掉了 干真的就去掉了